每天一点心理学 了解自己 看见他人 你好 这里是心灵时空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有自正情节吗 看过电影《让子弹飞》的朋友们 应该都对六子这个角色印象深刻 六子吃了一碗粉 被冤枉说吃了两碗粉 但只给了一碗粉的钱 六子为了自己的角色 自正清白选择自残 他用刀剖开了自己的肚子 倒出了一碗粉 他举着血淋淋的碗给众人看 可旁观的人呢 起哄的无举人找个借口溜了 众人都一言不发 只是像看够了热闹一样都散场了 最后只留下六子 一遍一遍地重复着 是不是只有一碗 他从最开始的高声大喊 到逐渐失望痛苦 再到最后的绝望无力 当时的我还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六子会掉入这个陷阱 清白是重要 但命不是更重要吗 这是不是导演故意设计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 这并不是艺术夸张 比如前段时间就有一个新闻 有一个女孩被房东诬陷 行为不减 结果这个女孩留下一封遗书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以正清白 这个女孩其实就是陷入了自证情节 什么是自证情节呢 她是当别人质疑你 或者不认同你的时候 你会本能地陷入到一种 自证的倾向里去 你想要证明自己是清白 是好的 是没有问题的 是优秀的 但看起来好像没问题 毕竟我们每个人都不喜欢被冤枉 被冤枉了之后 都会想要辩解 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正确 但自证情节的人会深陷其中 就像六字一样 她其实已经感觉到不对了 已经知道冤枉她的人是故意的 不管她怎么证明 怎么解释都没有用 但她有一个执念 认为自己必须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要让众人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 而越是急于证明自己 越是容易陷在这个困境中出不来 可最终受伤害的只会是自己 六字那么声嘶力竭地呼喊 但围观的众人全都走了 以后也不会记得她 冤枉她的虎腕更是毫不在意 最后痛苦的只有她的兄弟 生活中我们每个人 都可能面对类似的场景 比如伴侣跟你说 我感觉你没有那么爱我 然后你为了证明你是真的爱她 开始拼命地对她好 对她唯命是从 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掏给她看 比如父母骂你 说你就是个白眼狼 于是你放弃了自己的坚持 选择按照他们的方式走 事实上 容易陷入自证逻辑的人 也很容易成为PUA的目标 听到这儿 可能有人要说了 难道被冤枉就什么都不做吗 当然不是 你还是要辩解 但是要注意对方的反应 有时候 对方冤枉你 是不了解事实全部 那你解释了 对方应该就会停止 而如果对方非但没有停止 对你的指责和冤枉 甚至还越来越过分 这时候你就要警惕了 她是故意的 一个人既然是故意冤枉你 那她比谁都知道你的清白 你根本无需自证 她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 这时候 你可以采取以下三种策略反击 第一种是夸张放大对方的说辞 比如 父母说你是白眼狼 那你可以说 我是白眼狼 那以后我不给你们钱了 生病也别给我打电话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没办法 白眼狼就是这么干的 这样 他们就不能再用这个词 道德绑架你 第二种是质疑对方的质疑 你可以去审判对方 让他自己进入自证的怪圈 比如对方跟你说 我感觉不到你对我的爱 那你可以说 我也感觉不到你对我的爱 让对方拿出证明 把自证变成他证 最后一种是无视 随意对方怎么说你 内心强大的人 对自己都有明确的认知 不会被别人的言行所动摇 有的人诋毁你 其实是嫉妒你 所以你只要变得更强 更优秀就可以了 你的未来会宽广 而对方只会陷在 你自己的小世界里 总而言之要记住 我们没有必要向任何人 证明自己的清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想要了解 更多相关内容 可以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心灵时空